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备受争议的港区《港区国安法》 为香港人带来以言入罪的恐惧 冲击着香港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我们书展和香港一样 是没有宣证的 我们香港是没有宣证的 出版界 我们是没有预审这件事的 我们书展也是这样 是要自律的 他们可能会做的就是 就是说我们买某些书 就等于是做了那四大象 比如分离国家 颠覆国家政权 事由国家的机密 就是这一类的罪行 一众书商和出版业界首当其冲 在7月中举行的书展开幕前 担心因为出版 或者贩卖被中国政府 视为禁书的政治书籍 成为下一位铜锣湾书店店长 形成寒蟬效应 书的重要性不是对于 它将一些东西塞给你 而是它引发刺激到你的思考 而这件事本身 就是对于极权最危险的事 从过往中共的往迹来说 他们对于大陆的自由 出版自由、卖书都有很大的控制 是已经有人试过因为这种活动 而触犯了所谓的国家安全法例 有一个比较著名的 李明哲 他也是讨论民主自由 这些人权的东西 然后加上卖书 途径珠海时就被监禁和判刑 罪名也是颠覆国家的那些 现在去书展了 已经有些书店 他们平时买开刘晓波的 或者评论中国的东西 他没有胆再拿出来呢 或者将来还买不买呢 还能不能出呢 还能不能出呢 然后有没有新作品呢 2016年 在铜锣湾书店事件 阴霾下举行的书展 某化局这样安抚书商 因为香港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 我们很希望也都去推广我们书展 是一个自由开放包容性很高的书展 所以无论什么政治议题的书籍 我们都是容许展出的 今年国安法引起出版业界风声学类 博化局的态度就截然不同 我在这里提醒所有的参展商 我们的展出一定要在香港的法律 的框架底下进行 所以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大家的展出的书籍呢 会不会有违法的书籍呢 这些大家要看着的情况 我们以前的建筑 我们发表了我们的思想名字 这个就是 我看这个机会也很好笑 除非你是 不怕坐牢 不怕你那些 现在甚至乎就说会有一帮人 组织一团人就去巡人来的书展 看哪些人有出什么书 投诉人 以前还有香港的窗口 我还可以批评一下中国有些问题 甚至乎够胆地批评你习近平的 习近平的政策 我反对你政策还可以 应该来怎样呢 坦白说是挺无力的 我们只能在不犯法的情况下 继续去坚守这些言论自由的空间 因为我们开门做生意 如果他说你犯法 他就好像对付图兰书籍 对付我们 譬如拉人封铺 基本上我们没有办法抵挡 所以如果他宣布某些书禁书 很大机会我们真的要将那些书下架 就算我们一帮行家出版 出版行家出版 书业不仅是出版社 书业包括人刷厂 发行公司 书店 你一家人刷厂一本书 掌卖 整本书 我们给它几万元 但人家投资了一千几百万 你会不会印到这本书 博不博 李达宁 香港只是紧如大约50间独立书店 整个出版业界 几乎已经被中联办掌控的三中箱垄断 当他们说书不能出版 不帮你运送 或者不去零售贩卖的时候 整个公民社会的言论空间一定会受到收窄和影响 我自己也在这几年听过有些出版界的朋友跟我说 三中箱在16年之后拒绝了一些书的贩卖 对他们的生意造成的影响就是少了七成 在香港经营出版超过30年的彭志明认为 香港出版业本来是植阳行业 加上近年沉重的政治打压 已经步入死亡阶段 出版自由死不是出版死 他会继续出一些歌颂习近平的 现在歌颂习近平的老爸 但真真正正我来说的出版已死 就是出版自由已死 你全部被他控制住 要听他说出去要出的书 这些才是死 你没有了你自己的独立空间 没有了你自己的出版自由空间 这些才是死 令到那些人越来越走向文盲的方向 那对社会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我有机会能够继续划下去的话 那就会继续划下去 至于迫害去到什么程度 那你再可能找把刀 两只手放在针板里面再刮刀掉你 那不刮刀就不刮刀就不刮刀了 原名叫王己均的著名政治漫画家专指 《中環香港政治话坛》40年 他说不下的辛辣 奉刺时弊 触动过不少香港人的内心感受 最近港区国安法正式生效 令到全香港掀起白色恐怖 特别是文化街不少人感到自危 那政治漫画还有没有生存空间呢 曾经有过的跟我说的就是说 他有什么有利和有害呢 我相信大陆里面来说都是在探索中 当然我们作为传媒画画的 当然尽量利用最大的空间去做事 就不会是自我先 他未画过红线的时候 已经掉头走了去 应该是在红线的旁边的地方画的 其实《精致风痴》笑画的力量是很大的 尤其是在一些极权国家里面 他其实是最头痛的 所以说他能够控制得到的话 能够将你去灭声的话 他们会是非常乐意做 或者很严格去做这件事 现在你笑得要小心一点 因为笑得要有些技巧 真真正正令到人感受到一件事的方法 就不会直接去 每天都画拳头 每天都画手指指着那个人 其实漫画的显示到 其实那个地方的人对生活的看法 其实是一定程度上的 你会将政治的事件和人生 和整个社会的文化结合在一起 才会产生到一些上乘的 有启发性的作品出来 现在当然是比较恶劣的 那个变化是去到今时今日 真真正正面对的困难 很明显是不同的 专指见证着回归前后的香港岁月 他怎样看香港呢 以前的就是大家都是鼓鼓一下 对中国大陆的信心的 当然是不高 但另一方面也都是 觉得是出外能够生存得到的 寻食的 或者是另外一个发展的空间 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 不需要在香港那里的 但今时今日的走就真的好像走难 有些人说第二次回归 我相信一定程度上都是 因为之前大家都会觉得 香港仍然是保持97年前那些 起码百分之七十八十 但到现在可能倒退会很大 当然了 就是一定程度上 我都不是很想看到那种画面 那种血声 因为当你慢慢看得太多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有一种不良反应 心理上的生理上有些不良反应 但当然是非常伤感 我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 会不会做相同的事 我能够做的就是 都是在报纸上 我有这样的位置 有这样的空间 尽量去画 讲回整件事情 记录整件事情的发生 但是在街头上 当然我没有那样的能力 他就可以在街头上做这些行动 我没有打算离开 我觉得是 如果我是三十岁的时候 可能不会这样达法 三十岁的时候 可能我离开更加好 但是我觉得是 画了这么长时间 已经留在这里了这么长时间 我觉得是有一定程度上 有责任留在这里 另一方面对我来说 都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看着香港的变 当然是变得很伤心 但是我觉得是 你作为香港人 你在这里生存这么长时间 在这里生活的 跟他息息相关这么长时间 你不会舍得走 他们只是 越来越好 香港人越怕越好 一粒子弹都没 没看的 别人又不怕 要不理你国安法 国安法成功顺利的通过以后 可以放心 大家可都是老顾平高的公主 他是香港安全的使者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在香港走港 反港法 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大的反应 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是一个关于信任的问题 我不需要再看细节了 我会觉得 你只不过可能放了一个国安法 其实龙门可以任你去放 是 当时其实十年上演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的观众已经有些 有些观众其实感觉到 我们叫做走得前一点的观众 他们会说 十年不是叫十年 应该叫今年 葛津导演的佛瓜 他说国安法 他又这么好 就是在2020年 去预测2020年5月 就有种事件引发到 中央就会制定国安法 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 去保障和尊重人权 所以我们就制定了 这一套的实施的细则 国安法的条文 我们当然也有提过 它包含好像似乎有很多的意境 里面可以有很多的解释 如果既然都解释权不落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你不能预示他会采取的方式和手段 但是会不会因为随着现在的形势之下 会有更加多的自我審查呢 这个是可以预示到的 但是我也是只能够这样复 就是最终的事件 最终的事件 最终的事件 我已经在1997年保存在50年 大宜周六海了 下来之后连饭都没有给你吃的 香港电影业界 首先我想有很多根本性的问题 问题来自于投资 市场 那个票房 无论是香港票房 或者是海外票房 或者是卖幅 其实都不是很理想 整个市场都很收缩 等于你内地的票房 你去才可以有几十个票房 上一代电影的人比较 没办法之下 贵族工业的运作 不不上 那么就合拍了 各处乡村各处类 你去得别人的国家 想在那个地方找食的话 你就一定要遵守别人的游戏规则 它的规则就是这样 只不过你今天想不到有规则 现在落到香港 我不妨这么说 由现在开始 所有的电影 不仅是独立电影 其实都已经有这种 政治敏感度 政治敏感性 其实无论如何都会有 因为你设定的风格在2020年 除非你最后 决定这几年是完全不讲的 现在变成了未来片 要不就设定到90年代 不然你在说现在的时候 无论如何都会有这种 政治敏感的问题要问 有这种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情况会出现 有一些人士 特别海外的传媒 说这个什么香港的末日 香港的前途已经失去 似乎难以纳足 现在整个工业面对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困境 除了是否要靠政府 你靠政府的时候 你的东西又会怎样 很简单 好像表面上 不说话不说一句就行了 不拍的就行了 好像这么简单的 但其实背后的影响 其实已经是很大 应该怎样拍警察 也是一个问题 其实我参考中国就行了 你参考中国 其实他们都有很多公安剧 他们将公安题材 变成了一个 是要国家配合的题材去处理 你只能歌颂公安 你不可以说公安的不是 你不会像香港那样拍的 你不可以写一个魔警 你所有东西都很正常 所有东西都是 最后警察都是好人 警察都会捉弃坏人 歌颇开港 时代英明 歌颇开港 在拍摄期间的时候 因为地后是拍梁天琪 梁天琪都是惹火 正正有禁的观念出现 有不可能的时候 对于创作人 他们就一定要找一些可能性 找一些创意出来 会不会现在反而是 另一个很特别的 香港电影时代出现 20年之后 你觉得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 你会在哪里 20年之后 我希望自己仍在香港这个地方 我做这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到一个地步会受到威胁的事情 究竟有没有人继续做下去 对我来看 这条问题比我更重要的 我是否应该走 第一看回头的时候 这一堆香港电影一定会留意 这一堆香港电影一定会成为 一个很重要的时空坐标 反而我都会觉得 很多离开了甚至流亡的剧 其实我对他更加心疼 因为我难以想象你回不了你的家 我觉得留下的人很困难 因为在一个周围的环境 这么紛亂的时候 如何好好保守自己的内心 然后还可以坚持 这件事是很厉害的 但我同时走的 其实我觉得都会不停地去找方法 我觉得我不相信有人就这样就去 可以遗忘了现在整个香港发生的任何事 维持着我意志的 不是仇恨 是希望 香港美国属于人民 香港美国属于人民 是在眼中的 宣众 世上民主義 世上民主義 港版國安法昨天通過了 23年前有人說 回歸只是換一支旗 甚麼都不會變的 到了今時今日 相信我們才能明白 甚麼叫做換一枝旗 五十年不變,一國兩制 原來是可以怎樣解釋的 我覺得我反對國安法 不是因為我有沒有宗教自由的問題 而是我看到整個香港社會公民的權利 言論的自由,新聞的自由等等 都會受到很大的限制 我現在很害怕 現在我說甚麼話,你懷疑不住甚麼 我小心點,不要說錯話 但應該說的話都會說 希望自己先不要被改變 不要隨波逐流 令自己可能成為一個討好政權的人 港區國安法實施接近一個月 仍然引來各界爭議 近年對社會事件積極發聲的宗教界 也有不同的聲音 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區中座處理 湯漢書基等多位宗教領袖 在早前出席中聯辦召開的 宗教領袖國安法座談會上面 表態支持立法 但也有部分宗教人士和團體 發起聯署反對國安法 中國一定是很想將那種中國特色的政教分離 去寫在香港 你宗教就不要搞太多社會事 政治事 你支持政府可以 不過你不要批評政府 現在他是用一個 以國家安全為名義 然後去讓大家表態 已經不只是要求你表面上說 我愛中國、愛中國人 現在是要你去做一些事出來 去捍衛、維護國家安全 當然現在宗教的領袖去見中聯辦 就說沒有任何影響 開始的時候 一定不會對任何宗教有打壓 不斷地 時間久了 當某些人被打壓已經成功了 就開始輪到教會 教會的港台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涉及香港社會的問題 但當一個牧者或教會裏面 有去傳講一些訊息 是涉及到政權 指出政權的不當的時候 他就可以隨時打壓你 我怎樣表達我做一個紀錄圖 我可不可以教會 是否可以屋頂整個十字架呢 出版自由 我們出的宗教的書 看物會不會要受審查 集會自由 結社自由 我們成立教會 需要通過甚麼審批的程序 你見到全部跟公民社會有關 至於他會不會再進一步 要怎樣出手 他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譬如你教會辦學校 可以通過教育局 教會辦的社會服務 可以通過社署 其實他都可以用這些方法 去令到基督教 基督宗教 其實可能會不敢得罪政府 牽涉到資源的分配 這個永遠就是中國政府 所謂的統戰 其實就是這樣 他會給你一些好處 但是這個好處的前提 就是你需要去符合他的 不要挑戰他的底線 港區國安法針對的是極少數 觸犯法律規定的 四類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罪的人 即是分裂國家 顛覆國家政權 組織實施恐怖主義 以及勾結外國及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問題是甚麼叫勾結 這件事是一個很難去界定的定義 教會剛才我說的責任就是要耗廉民 無論他犯甚麼罪 或者沒有犯罪 當他有需要的時候 教會的門是永遠打開 去服侍人的 依然試過 譬如他們大會邀請了達賴喇嘛 來發言 那你怎樣呢 過去的情況就是 中國的宗教界代表 全部起身退席 然後寫過譴責聲明 譴責大會 譴責達賴喇嘛分裂祖國 如果將來香港的宗教領袖 在裏面 那你是不是都要這樣做呢 因為如果你不出聲的時候 會不會代表著 你默示了達賴喇嘛分裂祖國的言行呢 大家很快就會劃清界線 近年中國各地持續打壓宗教 擦十字架 擦教堂 甚至走步牧者 黃二牧師 黃二牧師是成都秋語聖約教會的 黃二牧師 他在2019年的12月30號 被判刑九年 黃二牧師的罪名是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和非法經營罪 這是當權者一直以來的伎倆 用非宗教的方式去處理宗教問題 我猜中共的做事永遠都是這樣 就是殺一警白 雖然他也知道 黃二的路線 在中國家庭教會裏面都是小數 但他仍然要表示 對這種路線 絕對不會手軟、不會容忍 令到其他家庭教會 和他劃清界線 不會再容許出現第二個黃二的情況 我猜這個是之所以判重刑的考慮 香港是在黑雲遮住的 有些暗淡 因為實際上 人的言論的自由 很多公民的權利 都一定受到很大的限制 也造成人心理上的壓力 這也是會令香港人 生活在不開心的當中 但是我很希望香港人 體會一件事 你越懼怕 就越容易受人的打壓 Same Hallelujah to the Lord Same Hallelujah Same Hallelujah 我認為香港年輕一代出現的問題 可能主要不是香港教育的問題 而是教育被政治化的問題 反對學校政治打壓 胡麻老師合理解釋 自從去年觸發繁修例運動 北京政府一直認定香港教育界 是政治意義的枯化之地 當港區國安法正式生效 港區政府根據新國安法第九和第十條 加強對學校監督和管理 涉及國家安全事宜 將國安法納入課程 向全港師生實行再教育 不要洗腦 不要洗腦 不要有白色恐怖 香港真的變成這樣 淪陷 淪陷 可以說是 英學校警告我兩次 因為我們學校始終 不是那麼容許 不希望學生去這些地方 就算在都沒有讓他們知道 免費是被人追究起來 都會小心自己說些話 就算在同學之間討論 不會跟老師說一份 我們是否真的要做篤灰的人 是要供我們的學生出來 哪怕教師本身是反對示威的 你不支持同學上街也好 你用的方式不是要拿國安法去告他 你是要告訴他 究竟你有甚麼方法 是可以做得好些 這本身是我們香港教師 一直以來堅守的信念 去年612金鐘衝突當中 由眼中槍失明的通識科教師楊梓進 亦都是這場在教育風波之下的受害者 他早前不和學校續約 現在已經辭任教席 最令人痛心的情況 就是教街的篤灰文法 是來自外奸的團體 是一些所謂的家長組織 是藍絲組織 我稱之為是 他們真的很喜歡揭露一些 覺得是不對的教育界情況 現在正正被這些人 一些不懂教育的人 批評教育界做的事情 我是說教育是要把關的 我相信沒有人會反對 但今次我們見到 所謂新的一些國安教育很不同 是它有很硬性的指標 所以有很多要求教育要做的事情 這90個小時 當然我不相信全是用來 和你說有甚麼需要教育的 可能會有些測試的 可能是有些測驗 是要看你究竟教育是否達到 所以這些部分 會令到同工 其實是需要 真的好像要向他們表忠 如果你是不認同他們說的話 你如果在那個測試的表現上 是不符合他們的話 可能會有些後果 這次政府高調處理教育界 重點是要求老師表忠 本台發現教育局率先加強老師 對基本法和中國歷史科的教育 在它的觀望顯示 這兩科有進階版師資培訓課程 培訓時數由15個小時 增加至24個小時 內容亦都有重大變化 由籠統介紹基本法定義和居民權利等 變為引用觸法人大釋法的吳嘉寧案 和莊豐源案等案例展述 中士科就用漢朝張軒出市西域 和宋朝文天祥作為例子教學 配合播放動畫 強調兩位歷史人物都對國家忠誠 近幾年都見到一個跡象 就是他們派多了很多 國家裏面不同的省市也好 教育官員也好 或者老師也好 來到香港在看我們做甚麼 但我們不相信這只是交流 可能他們會看回香港學校的情況 匯報給中國政府 究竟現在發生甚麼事 甚至他會否因為他有特殊的身份 可以影響香港的校政 這是一種新的滲透的形式 校本這個概念會不斷被削弱 好像香港自治一場 不斷被削弱 洗腦、國民教育、國安法教育 總之甚麼都要教育 我相信他現在打算用一個長遠的方法 改造香港年輕新一代 但是這一招在國內行得通 在香港是否行得通 我也很懷疑 有多少個家長會願意自己的子女被洗腦 你問他楊洋紅 他便送他一路去國際學校 有多少個家長會這樣做 老師是否真的會這樣順滩 歌頌共產黨在上課的時候 我相信不會 所以其實行不通 其實是真的行不通 因為我們其實是一些 我稱之為有血有肉的教師 我們好知道甚麼為止 對甚麼為止錯 當然其實現在有很多的規則 都規範我們教師的專業性 我們覺得課堂要做甚麼 我這些是完全認同的 可能你在課室道真的要政治中立 但我們有時都要考慮 究竟我們做一個教師也好 或者做一個香港人也好 我們究竟對這班年輕人有甚麼責任 所以我自己很相信 就是我們會找到自己的就位 民主派支持者說 對於第一條 就是支持或者反對這個議案的話 就是九成六的民主派支持者是反對的 從結果可見 反對國安法的受訪確認者 高達百分之九十九 這個也得到廣大的市民支持 大家都知道有一個組織 在短短的十天內 已經得到三百萬人的簽名 我和我的主要官員 亦都到街站去簽名 只有我被說是就是有了 我現在十天內手脈 收得到三百萬人的簽名 你看看公眾反應 就知道信不信 香港的民調機構近年 被指受到政權干預下 維持運作的已經寥寥可數 就在港府硬推港區國安法期間 不同機構都各自發表了民調報告 其中一間報稱由 至今研究院委託的 香港社會科學民意調查中心 就港區國安法至少發表了三次民調結果 但三次的內容幾乎一樣 唯有超過六成香港人認同 香港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 但這間機構就很少人知道 它的名字和香港民意研究所前身隸屬的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近次 所公佈的民調數據和分析就比較簡陋 和香港民言一向公開的形式大有出入 但仍然被多間主流媒體和真宗媒體引用 並廣泛報道 但我都留意到他們從來都不會將他們的問卷 抽樣方式向公眾公佈 你站在民意研究科學角度去講 這些是很不正常的做法 你又不說你怎樣抽樣 我怎知道你會找人幫你填 我們那些調查數據全部都公開 我們那些問卷調查公開 抽樣方式大家都看到 我們怎樣加權都告訴你 所以其實一個透明的公開的 經得起方法論和專業的要求的一些調查 才能夠長遠在公眾心目中建立到他們的地位 和確立了他們的持久力 一些兒目混珠 我相信騙不到人很久 本台曾經致電向子晶研究院查詢 這間民調機構的背景 以及以什麼形式進行民調等資料 發言人竟然回應說不知情 我們這邊主要是這次做這個民調 其他人不知道的 那個因為我們可以公開的資料 都在各個新聞稿上 本台再嘗試在網上搜尋這間機構資料 但搜索的結果只是顯示 5月下旬開始出現的民調報導 或者錯誤顯示為 香港民意研究所 或者是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的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但就未能夠找到他的網站和背景資料 於是就改為追查 南華紫晶研究院 是由親中媒體《紫晶雜誌》 在2016年創立的智庫 登記董事為 港區人大及政協委員馬逢國 而紫晶雜誌發行商 就是中聯辦屬下公司間接持有 紫晶是就和前特首董建華創辦的 團結香港基金等親中機構和智庫互有關聯 他的真身終於現形 其實是具有很強烈的 親北京色彩的建制智庫出現的時候 實際上長期都是同一個 幾個不同的牌子和同一個班子 幾年前董建華搞一個基金會 和現在那個再出發的 不是那幫人 幾個牌子一個班子 全部都是近親繁殖 近親繁殖肯定不健康 肯定出問題了 就算把這些人插進不同的機構 都不會令到政府所做的事更有說服力 你沒有說服力的話 民意就會反映出來 香港學術自由的失守 始於二千年的香港大學民調風邦 當兩位民調達人鍾建華和鍾廷耀 在脫離學府 共同處理香港民意研究所 早前在民主派初選前夕 被指外洩早年的民調資料 而遭到警方搜查 鍾建華認同是很巧合的滋擾 香港未來還會不會有不同意見的民調呢? 特別遇上民調之後 我自己個人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 就是 可能政府已經和一些學院的管理層有默契 就是盡量壓縮學院的公共空間 或者說壓縮學院的社會角色 所以都不單止民意調查 再拿不到一些財政的支持 甚至這間房間和一些關注組織 基層團體、NGO開會 都越來越多關卡要過 這是事實 這就是好門健康 終於出現了過去一年更加強烈的民意反彈 政府也好 對應 我覺得從這個角度去說 在一個所謂的香港這麼理性 這麼高度現代化的社會 意圖掩蓋民意 不讓你做 不想這些民意曝光 這是一種很幼稚的反應 將來都會從人走著一些 有極具爭議的議題 他會用一些所謂民調 而民調的方法上可能很簡陋 去合理化政府的基居爭議 特別是包括打壓香港人權的政策 我覺得值得留意 就是主流媒體包括電視台 因為資金被操控 而受到那個打壓沒有洞 是否會加劇呢 如果是的時候 你剛才所說的所謂的 所謂的製造民意等等 只會是點半假 更加主流媒體是遍避開花 港區國安法在6月30日實施 7日當日就有10個人 因為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被捕 包括手中案件 23歲男子涉嫌駕駛 插有港獨標語旗次的電單車 衝向警方防線 這個男人被控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 和恐怖活動罪 案件提堂後被告不獲保釋 需要還押到10月6日 等案件再審訊 過去經常為示威者辯護的大律師劉偉聰認為 國安法有違於現行的普通法 申訴之路很艱鉅 整個國安法和我們整個憲制 和我們整個普通法的精神制度 是格格不入 42條是關於保釋的 條文是這樣說的 涉嫌干犯國家安全罪行的人物 除非法庭有充分的證據 相信他不會繼續干犯國家安全罪行 否則不得保釋 在普通法裏面 你被人告 被人拘捕 我假設你是無罪的 我假設你是無辜的 除非證明原來你有做 這個所謂就是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所以你應該享受原來的人權和自由 但國安法的假設反過來 似乎假設是 拘捕你 你一定做了 我們不會拘捕你 所以你不應該有擔保 如果他們幫權者 任意和互亂解釋法律 這個根本就把法律 國安法變成他們的利器 你不會相信它只用一次 早前警方以國安隊身份 根據港區國安法 第20條和21條 拘捕四名學生動員前成員 包括前召集人鍾漢林 警方又根據港區國安法 向羅冠聰、陳家驅、鄭文傑、黃台陽、劉康和朱牧民 發出全球通緝令 最壞的地方是甚麼呢 根據目前我們的憲制 這個是全國性的法律 似乎它是凌駕於我們本身 行之有連的普通法律 你想想我們普通法律出身的律師 那種心理的障礙 或者cultural shock是多大 處理手中國安法案件的法官 是總裁判官蘇維德 他是六位特首委任負責處理 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指定法官之一 另外連同高等法官周家明 是至今近有被公開的指定法官 但是就算講了名單的詳情也好 我也覺得依然是侵犯了這個司法獨立 就是因為你選擇這些法官 背後一定有你的考慮 而這個你就是林鄭月娥 這個你就是行政長官 你知道行政長官和國內的關係 就是一個重屬的關係 他只是向中央負責 中央既然將國家安全看得是重中之重 自然作為他的馬仔 他的手下林鄭月娥 或者任何一位行政長官 都必然心領神會 你想想在他的位置 他只會委任什麼法官 去做這一個所謂的審議 民眾的視訊 可能是 那些審議是必須找到政府的 即使有刑事 即使有刑事 看見這個案件 會說 其實那些審議是完全正確的 完全正確的 完全正確的 他做得好 但這是一個地方 從來都沒有人認為是會抵觸 維護司法獨立這個規定 也都沒有改變延行那個司法的體制 去到國家安全 在一條全國性法律裏面 他的目的是維護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公署的設立 你看見條文是要監督指導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 如何處理國家安全事宜 公然違反一國兩制 因為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二條 無論是中央或地方任何一個政府機關 都不可以在香港行使他們的權力 但現在公然在我們的憑政機關 特區政府頭上再僭建到一個國家安全公署 簡單而言 這個就是一直中共的制度 就是一個市長旁邊 總要有一個黨委書記 黨委書記才是最大權那個 近來多宗凡修例運動案件的判決 引起社會廣泛爭議 當中特別針對多位法官的判詞 帶有個人情緒 令人憂慮現時政治案件判決的公正性 司法機構也都收到大量投訴 包括中三男生投窄兩枚汽油彈案 裁判官水佳例判感化 被建制派認為刑罰過輕 質疑更容易愛香港惠柔施暴 而有關裁定襲警罪成的小學教師的案件 裁判官不中疑惑 案中三名警員證供不一 顯示各人沒有夾口供 認為他們誠實可靠 又憑觀察認為被告心致有問題 吳官被投訴處事偏頗 如果判詞裡加入了情緒法的說話 這個justice就 knock down 而且在公眾面前 knock down 對社會對司法的質素 信譽是非常大的打擊 就是這個罪名下幾乎所有的幾乎百分之百的案件 都是原案 包括香港人也都關注的 大陸的一些政治犯良心犯都是這個罪名 比如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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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流亡美國 他說非常憂心香港政治維權律師將來的人身安全 用不了太長時間 香港的律師恐怕也要面臨中國大陸人權律師的危險情況 那就怕著來做 只不過希望這種情緒或這種恐懼擔憂 能夠令自己做事更加謹慎 更加憎恨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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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有 我本身沒有想過要做文匯報所說的暴動律師 黑暴律師 我從來沒有這個計劃 要做黑暴律師或暴動律師 你走不走 你走不走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這刻走了 我會後悔 那國安法的內容基本上就是議員入罪 思想入罪 他要告你 要整肅你的時候 跟現在的整肅 中國的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一模一樣 那個恐懼是不單是自由的恐懼 甚至是威脅到人身的安全 我會預計這次的情況會延續一兩年的時間 會有大量的香港的精英 尤其是有錢的一些在袋裡的人 會把錢和人都調去其地方 港區國安法實施了短短一個半月 已經至少有25人被指違反國安法被捕 社會一片風聲鶴淚 令香港再次出現逃亡潮 Eagle本身是Youtuber 去年8月因為香港政局動盪 他說和家人只是花了一個月時間 好像逃難一樣急急扮理移民台灣 直至到8月11日 就看到有一個女醫護人員 就被射盲了眼睛 那時看到我就立刻哭了 就覺得這個根本不是我熟悉的香港 為什麼現在香港好像這麼危險 我就和我爸爸說我一定要移民 因為我覺得香港現在很混亂很危險 我不可以讓我自己和家人 留在這麼危險的地方 直到現在是國安法 就更加覺得自己做的事情是很適合的 今天習近平是要打到香港 等於沒有一國兩制 贏了香港 贏了這一場仗 給美國看我贏到香港 不是說只是民主黨支聯會這兩個組織 或者教協這些組織的問題 是全民 因為大家都參與過這個運動 記住有國安機構在香港 國安教育全面鋪開 還可能有國安法庭 特別嚴重案件接著送中 這件事的話絕對沒有辦法接受 我們會信守承諾 堅定的支持香港人民爭取自由民主 並且要求政府部門 持續的提供香港人民必要的人造協助 北京政府強行實施港區國安法之後 國際陸續向港人提供人道救援 包括台灣率先展開香港人道援助關懷行動專案 成為了香港人的避風港 根據台灣內政移民署資料 去年香港人移民台灣 增加至5858人 創了新高 他都打到台灣 認命吧 2020年這次 真的是香港的一個生死存亡的關鍵一役 很多人走到其他地方 我希望不要忘記自己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繼續去做事 繼續去幫助在香港的香港人 這一點是重要的 而我不認為有大量的人走了之後 真的會回來 他們會期待 他們會看香港會變成怎樣 才做下一步決定 但我不認為香港之後會一樣 香港以後真的不一樣 人未走 糧草要先行 那他的糧草就會去了一些離岸的銀行戶口 冷戰這件事是很出乎意表的 可以整沉一個地方是可以發生的 從一個風險控制的角度來說 你有樓的就好賣 你不要還拿著那幾層樓 你就賣掉它 那些聰明的人 或者一些中產階級以上的人都走 你跟著所有消費會低 然後各行各月要蕭條 那你說會變成怎樣呢 我說最少一年不見了一萬億GDP 即是多少 三分一 三分一香港的GDP 那你等於什麼 等於你說做大灣區 你就不要再問頂高增長高增值的金融業了 或者追尋的一個香港是變成知識型經濟了 即是你教育那邊全部大倒退 我們現在所有的學校大學是排在前 世界頭的一千名 你將來就跟回內地 在《國安法》之下 開始有外資企業撤出香港 包括《紐約時報》已經宣布 將香港三分一員工調去南韓首爾 投資銀行德銀的駐香港新任CEO 改駐新加坡 互聯網巨脈Google和Facebook等 也都考慮撤出香港 用這樣的方式來留港不留人 留回來的港也沒有用 只要國際上那個 不再承認香港是不同的 法律上的規例上面 所以這個是中共 就是拿石頭來扔自己腳的 數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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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在来年大家可以身心健康 无论大家在香港还是身在海外 希望大家都能够心安理得 事事如意身体健康 恭喜恭喜 牛年来 恭喜大家身体像牛那样壮健 开心日又像牛一那样 知识就要看牛冲动 最重要是政府不要死牛一面颈 所以今年的牛年祝大家心想事成 万事胜意 各位星鱼红中的观众听众你们好 恭喜大家牛年快乐 新一年继续进步身体健康 亦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我们一定会紧收岗位 希望继续发声继续讲真话 亦希望我们社会继续进步 不要被过去一年的阴霾影响我们 我们继续尚传盼望 紧收岗位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希望大家在牛年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希望大家无论未来年内 如何的环境也好 大家都要深存盼望 不忘初心 我们会和大家继续发声 新年未来年牛年就行好运 各位听众 各位听众 今年是鼠年 我们逐鼠迎牛 的的确确 2020年大家都不开心 国际形势 特别是香港形势 都令大家很愉快 希望牛年 令大家精神温然一阵 起码大家心境平安 不忘初心 大家都秉承着自己的良心 自己的勇气 尽自己的本分 希望牛年有一个传记 希望大家起码身体健康 身心康泰 我们下期见 今天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快乐 有点快乐 我们下期见 每小費 你 囡